大家好,我是权力99 最近四线评论问我如何在本地跑各种AI大语言模型的人很多 所以,本期视频我就来做一个教程 如何只用简单的一招,几乎无视各种环境和依赖 在本地,跑起来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开源大语言模型 看之前,建议直接收藏视频 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 首先,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开源项目,Olama 它的项目介绍只有一句话 在本地启动并运行大语言模型,这也是它的主要功能 目前,Olama支持一键下载并运行 包括Meta的Lama系列,微软的Fi系列,Google的Gima系列 Ali的通一千问,01万5的1等1700多个开源的大语言模型 并且,它的模型库还在持续扩程中 很多模型开源不到24小时就能获得支持 是在本地快速跑各种模型最优选择之一 它的使用非常简单,我拿通一千问的开源版做一个简单演示 首先,我们需要先把它安装到自己的电脑或者服务器上 MacOS和Windows都是一键安装包 连接下去能安装,Linux也只需要执行一条命令 在Olama的官网和Github上都能直接获取到它们 安装完成后,打开命令行,输入Olama 能看到一下信息,就证明已经安装完成了 然后,我们打开Olama的官网 在上面的搜索框,搜索想要使用的模型 比如,我想要用通一千问开源版 就搜索千问,找到这个pool次数最多的,打开它 进入到详情页面,我们就能看到模型的相关介绍和什么命令了 直接把命令复制下来,粘贴到命令行,按下回车 Olama会自动下载,并把模型运行起来 看到命令行提示的,send a message 就说明已经运行成功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输入问题和AA对话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同一个模型 也会有不同的参数版本 我们可以在简介下面text这里 切换不同的版本,并使用后面的命令运行它们 这里的B是billion的意思,也就是10亿 110B就代表这个模型有110乘10 也就是1100亿参数 参数越大的模型,需要的配置越高 如果不是配置特别好的电脑 个人建议使用7B以及以下的模型 想要管理模型也非常简单 命令行输入Olama List 就能看到已经安装的模型 Olama Run加模型名字,把它运行起来 Olama RM加模型名字,删除模型 并且Olama提供了一套统一的API 如果你是开发者,可以直接使用它开发自己的程序 到这儿,你就已经学会怎么在本地跑各种大语言模型了 但还有一个问题 Olama没有界面,只能在命令行使用 非常不方便,不过还好 目前已经有很多优秀的项目 可以给Olama加上前端界面 并实现更强的功能 我个人比较推荐飞置云开源的Max KB 这是一个基于代元模型的问答系统 且支持本地知识库 你可以自己个人使用 也可以把它布置到公司项目 再上内部文档,打造出企业私有的AI系统 Max KB的部署也非常简单 首先,在自己的电脑或服务器上安装Docker Docker的安装也是很容易的 基本上只需要点几下 大家可以自行找效程 在Win10、Win11上可以使用WSL 然后,执行Max KB提供的命令 直接把Docker容器运行起来 项目就部署完成了 在浏览器方面的售备IP 加上8080端口 就能看到Max KB的服务界面 问人用户名是admin 密码是Max KB at 123点点 登录完之后 我们首先添加一下模型 点击系统设置 选择模型设置 点击添加模型 这里可以看到 除了Olama Max KB还支持很多在线的模型 直接对接 我们选择Olama 随便起一个名字 模型类型选择大约模型 基础模型这里 有一些默认可以选的 选择之后 它会自动把对应的模型下载下来 并供你使用 如果这里面没有你想要的 就去命令行窗口 只行命令OlamaList 把模型的name复制出来 或者直接到Olama官网 复制RAM命令后的模型名字 粘贴到输入框里 它也会自动下载 API域名 要输入Olama的API地址 在默认情况下 是你设备的IP 加上11434灯口 在输入之前 可以先到浏览器 输入IP冒号11434试一下 如果能打开 并看到Olama is running 就说明没有问题 如果你的Olama和MaxKB 装在不同的设备 或者虚拟器容器里面 一定要保证MaxKB所在的设备 可以访问到Olama的地址 API Key默认是没有的 可以随便填 直接写123即可 添加完模型之后 我们需要再去添加一个应用 打开应用界面 点击创建应用 填写名称 选择刚刚创建的模型 如果你只是拿来做最简单的聊天 此时点击创建就可以了 创建完成后 点击应用上的这个演示按钮 就可以和大模型对话了 不过MaxKB不止于此 因为它本质是一个 知识库问答系统 我们可以通过上传文档 关联网站 打造出一套专属的知识库 让它成为企业级的生产力 打开知识库功能 选择创建知识库 填写名称和描述 知识库有两种类型 文档和网站 我这里选择文档 上传文档创建并导入 然后对文档内容进行分段处理 一般情况下 使用默认的智能分段即可 MaxKB会自动把文档 拆分为多个段落 在后续使用的时候 它会采用RAG技术 根据提问的问题 自动提配相似度最高的段落 并交给大模型处理 所以这里的文档质量越高 后续文档效果就会越好 在上传前 要尽量保证文档内容 且分段清晰 段落完整 点击开始导入 知识库就创建完成了 然后我们到应用设置中 把应用关联到 刚刚创建的知识库 还可以根据需要 设置提示词和开场白 选择应用的概览 点击演示 可以直接访问并聊天 点击嵌入第三方 可以把它用不同形式 嵌入到公司的网站中 选择命中测试 在这里你可以通过提问 测试是否问题 能正确关联到知识库中的内容 如果文档中有相关内容 但关联不到 可以通过调整参数来优化 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参数调整完 到设置中的 关联知识库 参数设置 同步修改即可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 不管是Olama 还是Max KB 部署和使用起来 都是非常简单的 并且所有数据 都会保存到本地 保障隐私 两个应用 也都支持内网部署 如果你不想手动部署 还可以使用 我之前讲过的OnePanel 直接通过用面板 一架安装 要更加方便 我是旋梨九九 我们下期再见吧